第二天 高栋和陈法一一起 拿着两块原样复制的扎胎钉 开一辆县举里随便找的本田车 到了半岛酒店下方的停车场 他们两人穿了便衣 不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下车之后 高栋拿起扎胎钉 到轮胎前 他仔细研究了一番 如果直接放在车胎下 车子发动 可能会压弯 不一定能够正好可以扎到轮胎里 应该是凶手先把扎胎钉的一部分 按进轮胎里 车子启动之后 才能完全压进去 高栋如法炮制 重新上车启动 他注意到 扎胎钉完全压进了轮胎时 并没有听到刺耳的破胎声 难怪张相平当时没有发现 随后开了两千多米 来到缝隙路上停下 高栋和陈法医一起下车到一旁观察 虽然扎胎钉埋在了轮胎之下 但现在为止 车辆只是呈现出小幅度倾斜 若不注意观察 都不会发现这两个轮胎有些别 高栋疑惑不解 半岛酒店 到缝隙路只有两公里 扎胎钉在这段时间内 发挥不出效果 张相平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知道轮胎爆了 下车检查轮胎啊 该不会 这扎胎钉和凶杀案是两码事吧 不 不可能 肯定有关 首先 这扎胎钉是自制的 周围的修车店 都没有见过这种形状的扎胎钉 其次 目击者说 当时张相平说 轮胎爆了 旁边还有一个人 在检查轮胎 这两点足以说明 轮胎爆了 和张相平的遇害 有着重要的关系 也许 凶手就是借助轮胎爆了 又是张相平下车查看 但是 半岛酒店 离凤溪路 仅两公里的车程 扎胎钉发挥不出效果 张相平 应该不会感觉出轮胎爆了呀 会不会 这扎胎钉 在张相平车子 停在半岛酒店下时 就已经被扎进去了 而不是车子发动 才压进去的 那这样一来 时间长了 张相平才有可能 感觉出车的心血呀 也不可能 我问过张相平的朋友 他们打牌结束的时间 是不固定的 有时候 打完牌 还会继续喝一点茶 聊一会天 凶手没有办法 提前知道张相平 会在什么时候离开酒店 如果 他提前把扎胎钉 刺入轮胎 说不定 张相平离开时 就已经看出 车身倾斜了 他就不会发动车子开走 这样 岂不辜负了凶手这一招 惊喜准备啊 也使张相平 提高了警惕 凶手下次再想办法 就更难了 呃 我想想啊 老大 你这车子 是本田的 张相平的是奥迪 奥迪车 要重很多 说不定 同样的扎胎钉 在不同的车子 被扎之后 漏气的速度会不一样啊 高栋稍微一思索 立即认为老陈的判断有道理 他马上打电话给张一扬 让他找一辆县区里 和张相平同样型号的奥迪车开过来 这一次 扎胎钉又同型号奥迪车做实验 让高栋有重大收获 奥迪车开了两千多米 到奉西路后 车里的人 能够感觉到车身有些倾斜 虽然这感觉不是太明显 但一下车 到了车外 就能明显看出车身倾斜了 一眼就知道 轮胎爆了 下来就会吃个脸蛋呢 我那天就会吃个脸蛋